又有六七桥大狼悄悄加入了包围圈 三面包围线也已成形 陈镇用厚厚的羊皮马蹄袖拢住鼻孔 低声地问 阿爸 狼群这会儿就要大杯了吧 哎 还得有一会儿呢 头狼还在等机会 狼大围比猎人大围要欣喜 你自个儿先好好琢磨琢磨 头狼在等什么 老人白毛茸茸的须眉动了动 落下些微双花 那一顶盖阁遮脸 披肩的狐皮草原帽 也结满了哈霜 将老人的脸捂得只露出了两只眼睛 但中黄色的眼珠依然闪着琥珀般沉着的光泽 两人浮在雪窝里已有大半天了 此刻 两人开始关注斜对面山坡上的黄羊 这群黄羊 有近千只 几头长着黑长脚的大公羊 嘴里含着一把草 抬头瞭望 并嗅着空气 其他的羊都在快速刨雪吃草 这里是二大被冬季抗灾的备用草场 方圆二三十里 是一片大年纪的迎风深地草场 草高 猪蜜 直游 狂风吹不倒 大雪盖不住 珍珍 你仔细看就明白了 这片草坡位置特别好 迎着前面的大风头 迎着西北风 风雪越大 雪越是站不住 我八岁那年 俄伦草原遇到了一次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 平地的雪厚得能盖莫蒙古包 幸亏啊 大部分的人畜 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 抢先一步 在雪下到快莫西山的时候 集中所有的马群 用几千匹马冲雪踏到 再用几十群牛 汤雪踏实 开出一条羊群和牛车都可以挪动的雪路雪草 走了三天三夜 才把人畜搬到这片草上 这儿的雪 只有一两尺厚 草还露出三只高的草间 东鹅都搬死的牛羊 看见了草全都风叫起来冲了过去 人们全都扑在雪地上大哭 冲着藤哥里一个劲的磕头 磕得满脸都是雪 到了这儿 羊和马能抛雪吃草 连不会抛雪的牛 跟在羊群马群后面捡草吃 多一半也能活到来年雪花 那些来不及搬出来的人家可就惨了 人虽然逃了出来 可牲畜差不多全被大雪埋了 要是没有这片草场 鹅伦草原的人畜早就死绝了 后来鹅伦草原就不怎么怕白灾了 一旦遇上白灾 只要搬到这儿来就能活命 唉 这可是腾格里次给鹅伦草原人畜的救命操场啊 从前牧民年年都要到对面山顶上 击败腾格里和山神 这两年一闹运动没人敢拜了 可大伙的心里还在拜 这片山是神山 鹅伦草原的牧民 不论天在汉 草在雀 在春夏秋三季都不敢动这片草场 为了保住这片草场 马瓜们可苦辣 狼群 盐一直护着这片山 隔山五六年 就会到这儿杀一批黄羊 给人似的既山神 既藤格里 这片石山不光救人畜 也救狼 狼比人警 人畜还没搬过来呢 他们就过来了 白天 狼躲在大山江上的石头堆里 还有山后面雪印的地方 夜里下来 刨开雪吃冻死的牛羊 狼只要有东西吃 就不找人处的麻烦 几朵蓬松的白云 浮进了天空 老人抬眼 往这冰烂的藤格里 满目虔诚 陈震觉得 只有在西方的宗教绘画中 才能看到如此纯净的目光 今年 这片草场的雪来得早 站得稳 草的下半节 还没有变黄 就被雪盖住 雪下的草 就像冰窖里储存的绿冻菜 从每根空心草管和雪缝里 往外散发着淡淡的绿草芳香 被北方邻国大雪和饥饿 亚迫而越近的黄羊群 一到了这儿 就像遇到了冬季里的绿洲 被绿草香气所迷倒 再也不肯断肠 个个的肚子吃得滚瓜流圆 宛如一个个硕大的腰骨 撑得都快跑不动了 只有草原狼王和毕利格老人 才能料到黄羊群 会在这里犯大错 这群黄羊还不算庞大 在城镇来俄伦草原的第一年 时不时就能见到上万只的特大黄羊群 据场不敢不说 在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 北方几大军区的部队用军车和机枪到草原猎杀过无数的黄羊 移供军区机关肉食 结果把镜内的黄羊都赶到境外去了 这些年 边境军事形势紧张 大规模捕杀黄羊的活动已经停止 广袤的俄伦草原又可以见到微微壮观的黄羊群 城镇放羊的时候 就可以遇到庞大的黄羊群 宛如铺天盖地的草原天地黄蜂 从它的羊群旁边轻盈掠过 吓得绵羊伤羊炸成了端 瞪着眼惊恐而羡慕地看着那些野羊自由飞奔 俄伦草原的黄羊 根本不把煤枪的人放在眼里 一次 城镇骑马拦腰冲进密密麻麻的黄羊群 试图趁乱套上一只尝尝黄羊肉的美味 可是 黄羊跑得太快了 它们是草原上速度最快的四体动物 即便是草原上的最快的猎狗和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 城镇策马冲了几次 但连跟黄羊毛也没有碰着 黄羊继续飞奔跳跃 把它晾在黄羊群当中 黄羊就从它两旁几十米的地方列过 再到前面不远处重新合拢 继续赶路 惊得城镇只有站在原地呆呆欣赏的份了 眼前的这群黄羊 只能算作中型羊群 但是 陈镇觉得 对于几十条狼为一群的大狼群 这群羊仍然太大了 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 陈镇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 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 狼群对这次打围的机会非常珍惜 他们围猎的动作很轻很慢 只要群群中多了几只抬头瞭望的公羊 狼群就会浮在草丛中一动不动 连呼出的白气也极轻极柔 黄群群继续拼命抢草吃 两个人静下心来等待 老人轻声的说 黄群群可是草原上的大海 跑得快 十两大 你瞅瞅它们 吃下了多少好草啊 一堆人出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这片好草场 这才几天呢 就让他们祸害一小伴儿了 要是再来几大群荒羊 草就光了 今年的雪大 老不好就要来打白灾 这片被灾草场保不住 人出可就惨了 灰的有狼群 不几天哪 准备到把黄羊全杀光赶跑 陈震痴心的望着老人 怪不得你们打狼呢 我也打狼 可不能多打 要是把狼打绝了 草原就活不成了 草原死了 人出还能活吗 你们汉人哪 总不明白这个脸 这是个好脸 我现在能明白一点了 陈震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 他好像能模模糊糊糊的看到狼图腾的幻影 在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 他就阅读和搜集了许多有关草原民族的书籍 那时他就知道草原民族信奉狼图腾 但直到此时他才好像开始理解草原民族为什么把汉人和农耕民族最仇恨的狼作为民族的受阻和图腾 老人笑眉眉的忘了陈震一言说 你们北京学生的蒙古包折起来一年多了 可谓真太少 这回啊 咱们多受点荒阳 到收购站去 工校生啊 多换点针子 让你们四个过冬能软和一点 这太好了 我们包就两层薄围站 里面的墨水瓶都冻炸了 嘿嘿嘿 你看啊 眼前这群狼 马上就要给你们送你来了嘛 啊 在鹅鹅草原 一只大的冬黄羊 连皮带肉 可卖二十元钱 几乎相当于一个阳光小半个月的固定公分收入 黄羊皮是上等皮夹克的原料 据收购站的人说 飞行员的飞行服都是用黄羊皮做的 中国的飞行员还穿不上呢 每年内蒙草原出产的黄羊皮全部出口 到苏联 东欧换钢材 汽车和军火 黄羊的里脊肉 又是做肉罐头的上等原料 也统统出口 最后剩下的肉和骨头 才留给国人享用 使内蒙古各旗县肉食柜台上的稀货 凭票证供应 这一年冬季 黄羊大批入境 已使得边境公事的牧场和齐县领导兴奋不已 各级收购站以腾出库房准备敞开收购 干部猎人和牧民像得到大渔训的渔民一样打算大干一场 猎人和马官的腿快 全队大部分的猎手马官已经骑上快马 带上猎狗和步枪去追杀黄羊了 陈正整天被羊群拴住 又没有枪和子弹 再说 羊官只有四匹马 不像马官有七八匹 十几匹专用马 知青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猎手们去赶猎 前天晚上 陈正去了猎手兰木扎布的蒙古包 黄羊群过来没几天 他已经打了十几只大黄羊了 又一枪竟然连穿两只 几天的打猎收入 就快赶上马官三个月的高公子 他比利洋洋的告诉陈正 他已经把一年的殷酒钱挣了出来 再大些日子就想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 把新的留在家里 把旧的带到马官的流动小包去 在他的包里 陈正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黄羊手把肉 他觉得 这才是草原上真正的野味 山袍的黄羊身上没有一点肺肉 每根肉丝鲜鱼 都是与狼长期禁忌而历练出来的精华 肉味鲜的不亚于袍子肉 自从黄羊群闯入俄伦草原 全队的北京知青一下子失落的向二等公民 两年下来 知青已经能独立放牛放羊 可是狩猎还一窍不通 然而 在内蒙东东部边境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 狩猎好像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蒙古民族的先祖是黑龙江上游森林中的猎人 后来才慢慢进入蒙古草原半猎半木的 狩猎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 甚至是主要收入的来源 在俄伦草原的牧民中 马官的地位是最高的 好猎手大多出于马官 可是知青中能当上马官的为数甚少 而当上马官的知青还只有出入师门的学徒身份 离一个好马官还差得老远 所以当这次大猎迅来临 差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新牧民的北京知青们 才发现他们根本靠不上边 陈震吃饱了荒羊肉 收下了栏目扎布大哥送给他的一条黄羊腿 便兴兴地跑到了比利哥老人的蒙古包 知青们虽然都早已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 但是陈震仍然喜欢经常到老阿爸那里去 这个蒙古包宽大漂亮 阴时温暖 内墙一周挂着猛葬宗教图案的壁毯 地上铺着白鹿图案的地毯 矮方桌上的木托银碗和碗架上的铜盆铝壶 都擦得正亮 这里天高皇帝远 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地毯地毯上来 城镇的那个蒙古包 四个知青都是北京某高中的同班同学 其中有三个是黑帮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 由于境遇相似思想投缘 对当时那些激进无知的红卫兵十分反感 故而在1967年冬初早早接班 此别喧嚣的北京到草原寻求宁静的生活 彼此相处的还算融洽 地利格老人的蒙古包 就像一个草原部落大酋长的营帐 让他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关怀 使城镇备感亲切和安全 两年来 老人的全家已经把城镇当作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而城镇从北京带来的满满两大乡书籍 特别是有关蒙古历史的中外书籍 更拉近老阿爸和他的这个汉族儿子的关系 老人极好客 他曾经有过几个蒙族说唱语人的朋友 知道不少蒙古的历史和传说 老人见到城镇的书 尤其是插图和地图 马上就对中国俄国波斯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写的蒙古历史 产生了极大兴趣 半通汉语的彼利格老人抓紧一切时间 教城镇学蒙语 想尽早把书中的内容弄清楚 也好把他肚子里的蒙古故事讲给陈镇听 两年下来 这对老少的蒙汉对话已经进行的相当流畅了 但是陈镇还是不敢将中国古人和西方某些历史学家 对蒙古民族的仇视和敌意的内容讲给老人听 到了草原 陈镇不敢再吟唱岳飞的满江红 不敢笑谈可饮 陈镇很想探寻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武民族的恩怨来由 以及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 曾在人类世界历史上爆发出核裂变一般可怕力量的缘由 陈镇本不愿离开比利哥老人的蒙古包 但是水草丰风美的鹅沦草原 畜群越扩越大 有的一群羊下高之后竟打三千多士 远远超出一个羊官看贯的极限 羊群扩大之后必须分群 陈镇只好跟着分群的羊离开了这个蒙古包 与其他三个同学挑包单顾 好在两个银盘离得不远 羊犬之声相闻 早出晚归相见 马安未作暖 就已到邻家 羊群分群之后 陈镇仍然经常到老阿爸家里去 继续他们的话题 可是这一次 却是为黄羊 并且与狼有关 陈镇先看用驼毛线坠成的吉祥图案的后栈门帘 坐到厚厚的地毯上喝奶茶 老人说 陈镇啊 别演员人家打了那么多黄羊 让阿爸带你去弄一车黄羊回来 啊 这些天啊 我在山里转了几圈 知道哪能打到黄羊 正好 阿爸 也想让你见识见识大狼群 你不是总是念的狼吗 你们汉人胆子太小 想吃草的羊 我们蒙古人 是吃肉的狼 你呀 是该有点狼胆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